DSE 研一二年,B2B的9B的題目 第九條Express 最後一個部分 主要就是講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你會見到題目上面問 就是叫你解釋 為何CM是重要的 對於酒店 因為這裏是說有一間新的酒店 所以就用回CM 但大家要記得一件事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CM都專注於 很多時候都會放在 Existing Customers 的身上 這個可能大家要留意 這是如何維持固有客人的關係 然後令到你更多的莫益 這條是12分的 亦都是第一次出CRM 可以說是在第一年的DSE 所以看回它的考法 當然它也要利用例子去解釋 但它的考法的時候 它會有些分數上面 跟之後的DSE有些不同 就是你會見到 它會先要你解釋 CM的解釋 但現在可能是比較少的 這樣做 CM就是在這裏 它說 CM is a process 這條是 它會提示的 它會提示的 有兩點 第一 就是它會提示的 Customer Information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它就是 你用這些資料來做什麼 就是用來建立和維持客人的關係 In an organized way 即是在一個有組織和有效的方法之下 所以它看到CRM是一個過程 而這個過程是牽涉到利用顧客的資料 所以它一定要收顧客的資料 從而建立和維持顧客資料的關係 在一個有組織的情況之下 要看到原因為什麼它是關於CRM的重要 這裏是說的 例如你會看到 它會說到 你收到的資料 可能你有多一些對於顧客的資訊 從而可以讓你 可以給予更好的服務 這個項目是比較容易寫的 所以其實 特別是我們有一個更好的服務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指一些 Customize 的服務 即是一些個人化的服務 現在這個也是很普遍的 在很多行業上 例如酒店 它可以知道你最簡單 飲食的習慣 睡覺的習慣 或者你看什麼電影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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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知道這些資料之後 其實它就可以設定到一些更好的服務 這是我會說的第一個項目 第二個項目 就是對於固有的顧客來說 其實它們都是低價值的 即是比較低的成本 原因就是 因為你某程度上 有的顧客 即是有的顧客 即是你舊客 相比 其實它這裡有個低價值的服務 其實它都會隱含了一件事 就是它會比較和新的客戶 下面也有提及 下面也有提及 很多人都會隱含了這件事 那它會說 為什麼Law Cost Servers 其實很簡單 你最簡單的想法就是 其實你不需要做這麼多 Promotion 即是Course的層面 其實是 Promotion Cost 會比較小 因為它已經對於你這間公司有一定的認識 你可以說有一些基本的理念 這就是Hotel 所以你知道這間公司的背景 或者它有些理念的時候 或者它買些什麼 所以你不需要再用很大的力度 重新延續 所以這個Course 你會知道 Course的例子 就是跟Promotion Course 去講 而第三點 這裡會看到 它會說到的就是 EASY TO RETAIN Customers 即是AQUIRE NEW CUSTOMERS 當然這裡所說的 Customers 都是一樣 都是說 Existing Customers 即是一些 已經存在的顧客 那當然 你會說 那為什麼呢 譬如 舉個例子 譬如 其實這些Existing Customers 通常對於這間公司 都會有一些比較深的 情感的 聯繫 又或者 這些聯繫的建立在哪裡呢 譬如 譬如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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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例如 這個 是 代表 某些 雖有的顧客 所以 所以你要留意這批顧客是相對容易的 但你奪得新的顧客也是一樣 你要去獲得新的顧客一定會牽涉到推廣 所以你要令到和建立關係都需要需要時間和精力 所以相對比起你維持一班舊客一定是容易的 當然啦 還有就是你會增加隔壁銷的機會 你可以跟他做Cross Selling 如果用酒店的例子就是譬如 你舉個例子 譬如他本身是做一個 booking 是一個room的 只是做一個booking 那你會加一些什麼 譬如會否要買一些 Mariq 又或者有沒有一些額外的 Surface 譬如 酒店有做Spa 又或者有沒有其他需要收費的項目呢 可能會增加了很多更多的額外的額外的額外 所以這裏已經是一個Cross Selling 本身我只想訂房間住一晚 但其實加下加下就會增加了很多不同的額外的額外 當然是你用它的時候 而且你也會容易銷售一些 即是你買不如加少少錢 我們要升級吧 舉個例子最簡單 可能你會打算做一些升級吧 這些也是一些想法 我們會說 所以我們看看考生當年的例子 其實考生當年的例子 其實考生當年的例子 其實都不是答得特別好的 再看一看 但他也會說一些例子 例如 Retain Existing Customers 例如 配合裡面 有說到的 你會比較容易去Retain 例如 他就會 嗯 他會說一些什麼呢 這裡有說 Ask Opinion 的那個Visitor 他們就可以給相關的 就是 再看下去第二個項目 這個項目 主要就是 可以更加益外交易 客人 他其實都 實際上 總共相似 第一項目 可以說 它其實說得不太好 當年沒什麼好的商品,所以盡量找給大家 他說要更加多的客戶 要保持住客戶,保持住客戶,保持住客戶 如果大家有聽過一個詞,可以補充日誌 其實有什麼叫做Lifetime Value Lifetime Value的意思是 顧客會在你這裏幫襯 當時由第一次幫襯,後到最後不幫襯 他會有一定數量的測試 如果他可以改善了,就防止失去 Lifetime Value Lifetime Value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項目 我自己覺得 再看多一點 這個就好像比較好 你看到他講的時候 就 說他們說會 開始像 收集客資訊 然後提供更好的服務 你看到他這樣 搜集客資訊 然後 他會提供更好的服務 然後他會提供更好的服務 這個字 就像第一個項目 下面還有一些例子 我覺得這個可以大家 還有他用到Taylor這個字 我挺喜歡的 Taylor major 和Customize 這個字是相似的 那 他會提供到什麼 你看到 例如這裡 Design All For More Room Service 例如有些什麼 例如Cleaning 這個字 不好意思 我都看不到他寫什麼 或者什麼Patter Quality Furniture等等 或者轉一些新的電視 床 這些都可以是一些例子 但大家可能想一想 你住酒店的時候 究竟他會做些什麼呢 你住酒店 另外還有一個項目 就是 講到Loyal Customers 所以都是說那一句 講來講 都是說Existing Customers 講到Loyal Customers 講到Loyal Customers 他這裡其實是說 溝通多一點 Face to Face 其實裡面 如果大家有印象 過於CRAMP 其中一個方法 都是說多一點溝通 處理 特別是 可能 講到裡面有個項目 是 Sorry 去Batter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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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處處理的交易是可以從這個方法去考慮 還有一個例子 最好大家也會想像是跟CRM的方法去考慮 例如處理Campaign 或者是Membership 或者設定一些改善的服務 這都是由這些來組織的例子 另外再看看 原來他有的實驗 他有提到關於餐廳的餐廳 可能他說想要一些特別的餐廳 但我覺得他和大家的關鍵是很相似的 所以我覺得和第一點是太不同 所以我覺得同一個關鍵是差不多 只不過是把這個實驗給另一個實驗 所以我覺得都是在說那個Customize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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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